老欢迎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宝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老欢迎你看这个叶子不舒展 你没发现你这个叶子太多了吗 它供不过来了吗 看我们的垂丝茉莉就不会那么不舒展 还有一个可以换一个大一号的盆了 你这个盆略小了 这种营养不够啊 缺一些微量元素的就舒展不开 你看我们的话都不会留那么多的叶子 我们会稍微修剪一下 好吧 其实你要不修剪的话也可以 实际上给一些肥料换一个大点的盆子就会好很多 下个正法 刚拿到的时候满树绿叶子 现在怎么这样了 嘎了吗 嘎了 具体的嘎音是啥 我不知道你这个是啥花 我也不知道你最近怎么养的 反正给我的感觉一直汗死的 别的没啥呀 好了下个错本的养问题 说这个你帮我干啥叶子 有一片叶子有红色的东西 不知道是红蜘蛛还是大刺男被我洗了 叶子后面不愿意说我都懵了 其实这个就是红蜘蛛的一个前兆啊 那个红色的很大的那种跑得很快的 跟蜘蛛似的那个叫大刺嘛 它是吃红蜘蛛的 红蜘蛛肉眼不可见 很细小很细小 也能看到就是你看得很细小 你一看大的那种蜘蛛 它不是红蜘蛛 知道这个事就行 明白吗 还有一个呢这位花友 你的养花 小盆养花 就是你的花用的盆还是很大 有一点 它长不开 有的话说你怎么回事 你给我说这什么意思 比方说我大舅子今年18岁 我给他找个36的少妇 我觉得他也长不开 知道吧 不配不匹配 主要是花瓶的大小不匹 它就影响了排水透气性 根系就不长 根系不长 它就不吸收营养 不吸收营养就抵抗力变差 抵抗力变差就得各种病人害 所以说呢 它就是恶性循环 总也长不好 所以跟那花友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你可以尝试性的从老花一家买个那种六号盆 排水透气性很好 买点老花一的土 你试一下 对吧 那时候你 哎呀那好了 你就知道个一二三了 像你这个怎么解决 打药 找客服要药就行了 下个周朴说 这个是原液葡萄 这个原液葡萄 你在楼房上养葡萄 我跟你说话 那你就注意你的浇水 你别天天咸没事浇水 你这些花普遍的水大 缺光通风差 那咸不住 这花友应该闲这么压实了 天天都有功夫 没事就浇是吧 不行 不干咱就不浇 这个花 像您这么有时间 这个花很少有汗死的 像您这么有时间 这个花基本上都是浇死的 明白了吗 水大 小光通风的 先掠干一下 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用花粉的时候一定要排水透气 明白吧 下回干了的时候用点杀菌药 下回这边为啥我的胭脂脏 怎么这么皱 缺水吗 你这不叫锡材树吗 你们喊燕子掌是吧 哪里皱了 他天生就这样 家伙 你们听说是让出奇吗 是吧 跟我大舅子一样 没晒他就黑的出奇 没烫他就弯的出奇 没骨头他还硬的出奇 下个臭板老花一 这个飘扬能怎么回事啊 自下而上出现这种情况 检查了根系感觉像坏了 这了那了 还有你们浇水浇的多啊 你把它耗开你看看它会冒油 就白色的乳液 说明这耐汗能力是有的 他不怕晒 你给足光照就行了 你多浇点水也不怕 你这光照给足 这个花瓶透气 应该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你们这个光照不够通风不好 帅一帅都滴噜咕噜 从下边往上黄了 明白了吗 来一点肥料给足光照 好吧 还是敲光 别的没啥 觉得不帅气的点个赞 是的话 要不然最然也白了是吧